何卓嘉再战张本美和陈庆彤对阵大腾沙月 国平看点最高的两场比赛 来了 先说说两场1%决赛吧 WT法兰克福冠军赛 何卓嘉3比0击败了郑一静 比赛呢 赢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何卓嘉再次展现出长脚打法的威力 打得郑一静呢 毫无办法 那可是世界排名第八的选手啊 省队的一姐 前不久刚刚打进蒙比利埃战的四强 但是在何卓嘉面前还是没走过三个回合 水灵灵的就输掉了 何卓嘉此前呢是孙颖沙的陪练 在上个周期呢 没怎么出现在大赛的舞台上 属于幕后英雄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何卓嘉的实力 何卓嘉头脑清晰反应非常快 在中国大满关赛上 何卓嘉首轮出战便轻松击败了张本美和 把小美和打到哭了鼻子 在国平里对亚锦赛表现低迷之后呢 何卓嘉再次获得出场机会 很可惜 在马斯卡特战的比赛 何卓嘉并没有击败大藤沙月 这一次的法兰克服战呢 何卓嘉与张本美和抽到了一个分区 而经过两轮的比拼 今日22点20分 何卓嘉再次与张本美和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会失 张本美和最近的状态很好 在亚锦赛上一个人突破了多位国平选手 在蒙比厉害冠军赛呢也闯入了决赛 毫不夸张的说 张本美和现在就是国平女队的头号对手 这一次何卓嘉碰上张本美和 大家都希望啊 佳嘉能成功复制大满冠赛上的成绩 遏制张本美和上升的势头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 陈庆彤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3比1击败了斯索克斯 在欧洲女平呢斯索克斯绝对是前三的水平 斯索克斯曾经击败过陈梦 也击败过陈庆彤 实力非常强悍 但是这场比赛 陈庆彤在输掉一局后呢 并没有给斯索克斯机会 连下三局拿下了比赛 11月9日凌晨1点30分 陈庆彤将对阵大腾沙月 这同样是为20岁的日平新星 今年已经拿到六战比赛的弹打冠军了 排名也冲到了世界第十 对于陈庆彤和何卓嘉来说 阻击两位日平新人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呢 国平女队需要这两场胜利提升一下士气 在上个奥运周期 国平女队对外协会基本上是碾压态势 即便日平有威胁 但也仅仅是有威胁而已 但是到了新周期呢 在几大主力确认的比赛中 国平女队接连输外战 亚锦赛竟然连女单四强都没进 蒙比利亚冠军赛 决战双方都是日平选手 对待外协会选手 一定要全力打压 把他们的气眼要打下去 就像这次的大灯沙月和张门美和 一个20岁 一个16岁 都会是未来一到两个奥运周期 国平的难缠对手 陈庆彤和何卓嘉要全力争胜 另一方面 对于陈庆彤与何卓嘉个人来说呢 争取比赛胜利很重要 两个人正是当打之年 国平新周期也才刚刚开始 他们真的很有机会竞争一下国平主力位置的 怎么竞争呢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 打最硬的仗 拿下最硬的对手 还有比大灯沙月与张门美和更强的对手吗 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啊 希望彤彤和佳嘉抓住吧 您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